网红青青拥有火辣性感的身材 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不料她在2022年时被爆出找进主球包养 还转入许多负面新闻 而她也随即发文道歉 并沉寂了将近半年才复出 之前青青在IG上晒出一张截图 透露某位网友连续三年提出包养她的请求 从截图中可以看见对方多次传送讯息 表明自己想要保养她 一天可以给青青20万 只需要每个月陪她5天就好 赶名网友坦承自己已婚 似乎是担心她不答应 还保证每个月的第一次见面 就能一次性付金款项 如果不满意可以领谈价格 甚至出去买东西的花费 予遇都有对方负责 青青对此感到很困扰 透露对方自2020年 就开始传送这种信息 直到近日忍不放弃保养她的想法 青青也表示就算她再说10年 她也不会同意这个荒谬的提议